负利率政策史无前例。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金融学讲座教授陈志武解释。背后原因是金融化和央行垄断货币发行。比较中美两国。他认为中国较大机会推出负利率。因为中央干预市场绝不守远。届时老百姓的利益将会严重受损。 陈志武是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前教授。1999到2017。擅长借股鉴金。但负利率政策却难以引用案例解说。因为这是近代财出现的新情况。2009年7月。瑞典央行将隔夜存款利率下调至负0.25%。 这是计1970年代的瑞士后。全球再有国家实施负利率政策。2014年欧洲央行加入行列。影响范围更广。2016年蔓延到亚洲。 日本央行也宣布对超额准备金实施负利率。它提醒。负利率政策是指名义利率为负数。包括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设定的传态利息。与较常出现的实负利率即通胀率高于名义利率不同。 前者之所以会出现。成因复杂。但离不开两大背景。一、二十世纪以来。全球化。电脑带来的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的财富出现金融化。货币化的情况。以美国为例。 1880年1美元的GDP只有2.2元的金融资产在美国社会流转。到了1929。1930年上升到4.2元金融资产对1元GDP。2006。2007年相对比更上升到11倍。 这意味着。前到处都市。前越来越不值钱。这样明义利率是不可能高的。 2.1930年经济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后。以大宗商品作为货币后盾的金本位时代高中。取而代之是法定货币。 而央行就垄断了货币的发行权。自此,控制货币和利率就成为了政府调控经济的王牌。 如果日本政府不能够干预货币的发行。也不能够垄断对日元的发行权。 那日本就很难出现金融负利率的现象。基于全球经济下行。 而各国政府又有权力调控利率。他估计负利率将会成为常态。因擅长深入淺出讲解金融理论。 他的著作金融的逻辑曾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 被问定存不赚钱反而亏钱。人们为什么愿意接受负利率?他解释。 这并不违背金融逻辑。因为一旦信用货币太多,放在家中的占地方,又怕会被打劫。 所以有人情愿倒贴存钱到银行。 这就是金融学所讲的便利成本,Convenient Yield。 当然,这有两个前提,第一,负利息不能太高。 不然遭保险规划者故人看守财富更化算。 因此,目前欧洲和日本的负利率全部不到负百分之一。 第二,经济增长动力低,赚钱机会少,投资风险高, 前无处可去,只有被逼草起来。 他形容,负利率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本质是劫贫制库,把老百姓一部分的财富转移给政府。 银行和不同企业,鼓励大家借钱,花钱而非存钱,以激活经济。 短期内或会带来一点提振效果。 长远却会造成更多资产泡沫。 欧洲经济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受到重挫。 经济复苏缓慢,长期临近通缩边缘。 故只好出此下策。 负利率 低利率成为全球趋势。 老百姓应该怎样管理财富。 陈志武建议入手三种投资产品,黄金。 美元资产和保险。 中美新冷战持续。 中东局势波缺云轨。 英国仍处于半脱勾。 避险资产需求急升。 资金一度涌入购买黄金。 去年金价以累涨18%。 最近更曾创出1600美元的七年高位。 过往黄金被看淡一线是因为无色派。 但在低利率、负利率时代, 这可能不再是缺点。 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大世界格局背景之下, 黄金是重要选择, 身为美股大好友的陈志武。 在本刊多次访问中, 均强调美元资产最可靠。 他认为, 欧洲部分国家想以负利率政策刺激本国经济。 但人民确把一部分的钱拿到美国投资。 因为美元是信心保证。 美国本身有很多有利条件。 例如美国公司的税务负担很轻, 公司治理很好。 再加上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 劳工发给日本、 欧洲、 中国都要自由很多。 这对于外资进人美国提供了很多的吸引力。 三人号。 最后, 保险类别的产品也值得考虑。 医疗险, 以外险可以对冲人生风险。 而人受挂勾的半投资, 半保险的产品, 如有保证回报, 就算收益较低, 也比单纯把钱放在零利息的存款有吸引力。 银子贬值, 许多香港人相信投资砖投最保值, 凭自由港的优势。 港流过去的确受到国内, 国外资金垂清。 不过, 陈志武却觉得, 现在买楼置库的黄金时期已经暂时高一段落了。 因为地缘政治变化等因素, 亚太地区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了, 使得香港楼市比较难再出现于2003年之后的快速增长。 他补充, 虽然部分内地有钱人, 企业家仍会选择来香港避险, 但是数量不会太多, 内地很有钱的人更想去其他地方, 不一定把香港看作首选, 而另一股新趋势, 使香港本地人移民到新加坡, 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权衡种种因素。 他认为香港长住人口的总体数量, 短期内未必有很大变化, 住房需求未必会大幅上升。 内地人口的总体数量, 官方的总体数量, 何顺便可感应该大幅上升。 感谢观看